欢迎收看地产霸权好 今天有位很英俊的新面孔来到 这位就是我们施智新学会的新委员 其实今年施智新学会也请了不少委员 但他比较早到一点 自我介绍一下 Alan 我在一个月前就刚刚来到施智新学会 为什么我会进入这个学会呢 是因为在之前我一直都有看开讯报 看一看一看 已经发现了一个专栏写得很好 那个就是施智新学会 为什么我会觉得他写得好呢 因为他写的东西跟其他主流民意很不同 譬如我印象深刻的是 他居然敢反对最低工资 甚至反对全民退休保障 就是比较别树一格 或者你觉得是其他辽交打的 是的 就想看一看这帮辽交打的人是什么样 所以就进来看看你们究竟是否真的 所以就做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没错 有什么感觉我们好不好打 很特别 很特别 特别再不善良一点 带了很多新的思维冲击给我 譬如你们说的市场效率和政府干预的问题 那时我读书真的从想都没想过 其实有机会的 在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也知道 你知道新高中学生 虽然你已经不是中学生 但新高中学生又有一门 叫做通识课 就是要探讨各种时事问题 又要讲讲全球化 全球化是什么 又要讲讲其他科学的东西 有些时候可能房屋 都是我们其中通识课的探论议题 对我不是搞通识的 但我知道有些同学 都会读到我们的文章 当中讲讲组织公司 讲讲居公司 这班人这么特别 很多老师都会拿来做教材 人家做政方我们做反方 刚刚你好像也有一个成果 在报纸上也有篇文登了 其实是写些什么 其实就是探讨居屋的福建问题 为什么会写一篇文章 因为过去星期前 刚刚我们的新特首 去了澳洲做了一个访问 就说放风声要起居屋 我就在苹果那里登了一篇文章 难得地去投稿 亦都获得苹果编辑的清水 就登了 也不错 但是讲下来 你现在在C3会 就锻炼了三个星期有多 来这里就 就是 肉袍传话 真是埋身肉搏 这些是实战 先问一下你 反对福建居屋是吗 没错 其实是公平性来说 我就觉得福建居屋 是违反了一个公平原则 那为什么呢 就是 其实很多人都说 福建居屋 就是说要置业 那我会想 什么租屋不行的吗 一定要置业的吗 因为置业 其实就是拿了很多纳税人的钱 来资助你买楼 其实 很多纳税人 就是居屋 就是居屋 那我无端端没有理由 要把钱出来给你买楼 那你跟我 就是你这样等于 在我银包那里 强强一些钱的分别呢 所以 但是如果要解决楼市 我就觉得 不一定是要福建居屋 反而可不可以由 租金那里下手 譬如 政府提供 向市民提供少少资助 推出租金券 行不行呢 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方法 嗯 但是那篇文章 好像没有提及租金券 可能就是 明白的 写一篇文章 就是那么长 但是那么长 你写三千字 人家又不登你 这个是合理的 让你说一下租金券 不如都 大家知道 施医生后面 都很抱着租金券 我们就 连公屋都不太喜欢 特别何文杰 其实更加不喜欢 虽然你明白他是区议员 但是其实他本身 就是在他的选区 都不少居民 那么 比较特别的 他也不太喜欢公屋 当然他不是讨厌公屋居民 但是他讨厌公屋这个政策 那么 解释一下你心目中的租金券如何 我平时好像没有和你探讨那些问题 那么 顺手帮我认识一下你 嗯 其实在我的租金券 在我的理念里面 其实租金券不是很复杂 就是譬如怎么样呢 就是说 看你居民的收入 和你租金的那层楼 的租金是多少 如果 譬如现在楼市升 那你租金负担很重 那政府就对于一些低收入的人士 我提供一个租金券给你 那么 慢慢楼市升了 你的负担低了 那么我们就慢慢降低了 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弹性的政策 就是帮市民去应付到 这些楼市上升的问题 但是又不会浪费到 纳税人大量的钱 但是问题是 是依靠租金的 是的 那如果一个人 他月入一万元 他真的租七千元的楼 那怎么办 那有一个人 可能租五千元的楼 那七千元的楼 的资助更多 那这个会不会 違反公平原则 当然了 政府就当然要设定一条线 究竟一万元收入的人 应该租多少钱的楼 那就视乎那个价格 而去提供资助 那其实不是很差 你硬逼我 那不会说逼的 其实这是一个资助 你可以不拿 但是你拿了的时候 始终都是要遵守政府的一些规定 但问题就是 政府画一条线 就是说 其实窮人 应该租五千元的楼 这一件事都很危险 你明白 例如 Let's say 这样说 一个月有一万元的人 租的楼 不应该多过五千元 这条线是怎么定的呢 就是 人家一定会这样问的 假设我们说 OK 其实可能是 Cupic Policy 都是一个战场 是吧 因为一定会有 政犯 每一个政策 一定也会有些人 是比较归类为 右派 就是好像我们这样 也有些人归类为 左派 也可能自称为左派 就是 有些人说 我们是左翼二一 左字都在 坐在额头上 那 每样东西 一定有人 是反对 或者有些人一开始 未必那么明白 你的理念的情况之下 一定会问你 为什么是五千元呢 我想 其实可能政府 就要做一个租金的调查 看看究竟 以平均来说 一万元月入的 会租多少钱楼呢 就再用中位数 去定一条市 当然 不可能个个都说 你租八千元 和我租四千元 那租金会不会 很大分别呢 我觉得不应该说 有很大的出入 如果不是的话 社会一定会有很多 的争执在这里 但是为什么是中位数 不是平均数 其实我说错了 应该是平均数 但是 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是平均数 不是中位数 因为平均数 其实不是 就是用了 你的平均收入去定 不是 你调查是说 月入一万元 月入一万元的人 的租楼支出的 就是平均数 去定 其实你已经设定了 一个群人 这个群人 就是月入一万元的人 或者通常 我们做数据 我们有些 通常设定群 我们设定群 OK 可能我们当作 一万元至一万五千元的人 是一个群人 你再去看 他们都一定有个租金 就成为一些数据 然后你再在数据 做一个讨计 就说你要找平均数 为什么要找平均数 不是中位数 但是平均数和中位数 可以差很远 因为平均数来说 其实我会觉得 相对比较公平 因为会抽取大量的数据 而这个数据 如果用平均数来计 我相信市民会比较容易接受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中位数的话 出入可能会很大 不是的 你想一下 市民 在我们现在的香港政府 的数据里面 都有用中位数去计算 就是特别可能是收入 是不是 家庭月入中位数 是吧 个人收入中位数 就不是用平均数去计算 那你说 这个是不是群人大不大呢 家庭来计算大 打工仔说得大 香港有多少万打工仔 应该有二百多三百万打工仔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群人 一万至一万五万的打工仔 就未必是这么多 或者是相比三万 没有三百万 家庭可能是一百万 你说相比较小了 那为什么是用平均数和中位数 我想其实平均数和中位数 可能真的会有个分别 但未必现在这么快可以去判定 因为这个从海未推出过 其实这个也很依靠 就是说 那个 那个 的交易是如何 你用平均数 就是一个计算 就是说 你在计算 它是一个 中间的分别 就是说 这样的 最大的群人应该是中间 用平均数和中位数 差别就不大 但是问题 如果你是用这样 很多人其实不是一个中心 可能是两边 甚至是这样 它原来移动向左边 或者移动向右边 和中间的数 可以差很远 那这些中位和平均数 就差很远了 那你等一下就看看 到底 月入 即是收入 收入 不是 好像 平均数 那样 是中间的 产生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要看 那条线去到哪 如果你用平均数 就不同了 那你就想一下 租金到底是哪一样 所以其实 会一样 就是刚才说的那么多 我不是在这儿教数据 当然 虽然我也有读过数据 但是我不觉得自己有能力 去做数据的老师 那 即是 我现在只是想说 就是说 其实每一次政府 搞一些客观标准 都容易 容易去 这样去 就是 有个问题 因为 你怎样设定也好 不容易设定客观而合理的 统计方法 你设定客观而合理的 统计方法 亦不等于 是符合实际的需要 即是 好像我们说通胀 通胀 现在就是很多人面对的问题 有些人说通胀 那跟什么有关呢 通胀是对于CPI 但问题是CPI 就是一个实际数字 但是通胀是一些社会现象 这些人说 CPI就是计算法 但是 它计算出来是3% 不等于 你感受到通胀的3% 这些也很迫奇 好像之前我们刚刚公布 要做I-BON 每人就设定到限制 每人限扣多少个 但是很容易就会出事 因为有些人说通胀 挂钩 即是说发达了 即是我们不用怕通胀 有这些 即是通胀挂钩的I-BON 去和它抗通胀 对不对 其实不是的 通胀来到的时候 CPI不一定反映实际通胀 而就算是你平时感受不到通胀的情况下 都可以 CPI是正的 所以就要很小心 当然 租金券我们一点都不反映 但是刚刚就 好像你所说的短期性措施 但是长期性措施 做不做到 那租金券 即是你做措施很多时候 不是说短期的 短期措施当然是可以做 但是长期行不行 长期其实我觉得 不会有什么问题 都是用租金券 当然要看下究竟 社会接不接受到这件事 那譬如说 如果社会都接受到的是 需要在楼市升的时候 帮下一些 对于租金有负担压力的人 那如果大家接受到的时候 可以继续走下去 没问题 但是对不对 你说短期性的措施 短期性的租金券 是可以接受的 是不是 我有没有解错 没解错 那 会不会很糟糕 其实等于是 一个直接资助 来的 当然 不可以设定 太厉害 不可以太敏感 不可以太慌慨 还有不可以 这个范围不可以 每个人都有份 一定要是低收入的 还有负担很重的 那一类才可以给这些资助 特别就是 譬如说现在 捱到很辛苦的 夹生阶层 又或者是劏房的住户 那些或者可以是优先考虑 但是问题是 你给租金券劏房住户 对他们来说 有没有好处 其实是帮不帮到很多 帮不帮到很多 帮不帮到多少 他会不会为租金券 用短期的措施 你明白 可能今个月有 下个月就断了 那他会不会 那么轻易搬出去 如果让我猜 这件事到最后 就是 你逼500元租金券 我当我现在租金是3500元 就是假设数字 那我就会将我的租金 由3500元 变成3000元 拿来500元的账卷 就贴了我的租金 然后我当500元去用 但是就不会搬来劏房 不会搬来劏房 不过大家还有另一件事要计数 就是说 香港政府一向做事都很慢 即是 即是 即是你选择6000元之前 其实都很慢 即是 即是最快就是 刚刚替捕机制 对不对 那通常就要经过一下咨询 又要搞些不知什么 什么 然后就在立法会去通过 通常都 所以都很慢 那这个话题 都留在 就是慢慢商讨 那这一节时间是这么多 那第二节再谈这个问题 扶贫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 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就这个议题 制作了一共八集的专辑 并请来来自国界界别的嘉宾 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有兴趣的朋友 请留意RTV的网上更新 欢迎回到地产霸权属第二节 刚刚我们就谈过一下租金券的问题 讲过短期措施 也都讲过一下 可不可以作为长期措施 那4月3日会一向 其实都赞成租金券 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措施 那长期到怎样呢 就是可以 现在连公屋都不需要有 就用租金券去代替 那就是你刚刚可以说 都让你全息你刚才所说的政策 先 没理由这样打断你 就继续 短期租金券 就是如果3500元变成3000元的租金 他又不会搬来劏房 那其实效用会不会成疑呢 被人认为 其实我想刚才 为什么他会选择不搬来劏房呢 是因为他觉得 没有的封键太大 因为如果 今个月政府给了500元 谁知道下个月政府不给你的时候 那我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一定不会搬来劏房 但如果不是 我们的租金券 如果政府设计是 一年期的 一年期的 我都承计一定会给你的 那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 是比较愿意搬出去 会改善到他的居住生活 你仍然是合理的 但你也承认了一件事 就是说他觉得 改善劏房 这个居住环境的需要 比其他需要急切 是吧 即使他觉得 连自己吃饭 希望他可能500元 即是 除了30元是多少 16元左右 他可能说他可以买得一盒菜 其实你问我 买得多 街市不走得不多 但是 如果现在还有10元叉销 可以每日都加多些叉销 或者可能隔日 已经30多元 立即可以到楼下 尾心买合送 都可以了 那他会不会都是这样做呢 当然 政府没有理由 逼到你说 那些钱怎么用 但如果其实真的要逼 的时候 其实可以规定他 那500元 一定要用在租金 扣减上面 譬如说 我派那500元的租金券给你 你一定要将那500元 用来交租 那便会令到他 可以一定用在租金上 你想想 这件事十分像一个政治家 但问题是 你现在的租金券 不是全是租金的 假设一个人 用稳定的数字 他的租金是3500元 他本身是全是给厌钱 厌兜兜给钱的 那你给了他500元的租金券 他只会把那张租金券 放进去用来放租金 另外再放了3000元 进去就交租 那他500元也是费用来的 那这件事就会不成功 也是那句 其实政府没有规定 他一定怎么用 但如果我提供了一个优惠给你的时候 那说真的 政府的责任做了 到时你劏房的全部 就没有理由再去 说政府不帮他 不帮他这件事 不帮他那件事 其实也要很小心 倘若 我不知道 如果你刚才所说的话 就是针对 不是很悲哀的针对 就是说你只要在目标 一群劏房处 就要小心 因为过去香港的居住问题 从来没有很好的处理过 在我的眼中 包括最早期可能是香港人住的 木屋 虽然你明白 即是战后 香港的人口就不断上升 即是差不多每十年就升一百万 直至到九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就开始 可以持续了 但以前香港就很少人 因为当初只在港岛区 和九龙半岛南端 然后不断延伸 之后到九龙半岛中的部分都有 很多都是寮屋 木屋 甚至其他 当时还有一些石屋 当然在山边 十分之小量的石屋 但当时寮屋 就好像贴皮屋 搭到不知怎样 当然如果各位是家境富裕 由小时是英富裕 那边就为你感谢耶稣 那时 怎样说到这件事 就是当时苗屋区 都曾经是港英时代政府 都曾经提议过取替 那时怎样取替 你知道自从石结尾大火 香港就开始公共防务政策 就直接起来给它 为何当初香港不是张冠 是因为当时私人留意的供应 其实不是很多 大家当时的私人留意 很多都是搭出来的 不是现在有石屎 打过妆才起 唐楼好像没有打妆 唐楼好像是三至五层 唐楼好像是三至五层 之后那些再高些 就真的要打妆 但你说当时的留意 不是很多 所以当时 装券都没有供应 没有供应 当时要取替就是取替 因为石结尾火灼 就是因为整个屋子烧了 那些人不是不能再住在一个屋区 但当时住在一个屋区 就被人知道是十分危险 所以当时就开始建屋 一开始就叫包零平房 就是这两层高的小屋子 安置人进去 之后就开始由石结尾村 就开始供应房屋的 Cornstone 即是一个Milestone 即是里程碑 就是起出来很大屋 当时还有一屋是两户 即是陈先生家庭 陈先生家庭 和李先生家庭 一起住 那时是这样 但之后政府发现 都取来没有屋区 那我们就开始取来寮屋区 可以入骰子区出现 之后 寮屋居民 就会获得首先 当时就是寮屋 取来寮屋的时候 寮屋区的居民 是可以優先 获得搬入骰子区 当然现在 不知道你有没有叫做骰子区 在元朗 其实还有一个骰子区 是有人住的 即是在元朗公园附近 隔着天桥 那时的骰子区 其实十分之好 起码有一栋很稳定的屋 给你住 亦都有洗手间 你明白 庙屋的洗手间 是何其恐怖 现在这个年代 在那时的骰子区 其实十分之好 你现在看回 七八十年代的人 觉得 杏花村 牛头角下村 是天堂 秋土千日 他觉得天堂 那时 人们都是这样对待 骰子区的房屋 对于当时 很多人来说 是很棒的 就是这一班 那 就 取来寮屋 给寮屋屋的居民 就有一个主要 可以进入骰子区居住 结果是 寮屋非但没有消除 反而扩大了 原因是 那些人希望入骰子区 他们马上就搬 有一间正常的房屋 都搬进去 寮屋区 因为要清查 寮屋区 就要那些人搬走 但问题就是 你不是搬走 即是拆减 那些人 仍然可以继续 寮屋区 所以就是这样 那些人希望尽快 就去 搬到骰子区 就自己去寮屋 希望尽快得到偏培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针对劏房 就很容易出现 这些不理解 就会令到那些人 可能更多的劏房 所以就有很多事情 就是很小心的考虑 当然我明白 房屋的问题 十分有关系 继续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认为怎样目标 其实我刚才听到你说劏房 我也想说一下 劏房的问题 我觉得不单是一个个体的去看 还要看公屋的政策 因为为什么最近发生了那么多 劏房的问题很严重 又烧死人 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 就是因为他们 上不到公屋 所以被迫要住在劏房 那为什么会上不到公屋呢 其实大家看回一些数字 就看到原来 我们现在的公屋 轮合策那里有接近十五万人 但是公屋的傅户居 是占了二万多人 这一批人 其实本来 是不应该享受到那么多的社会资源 那些社会资源 应该是会给一些更加有需要的人 如果把那批公屋库所拥有的公屋单位 给了一个劏房 我觉得可能会对劏房的问题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妥善的解决 嗯 做过一项搜寻 嗯 二万三千 二万三千多户的公屋 那就是有二万三千多间屋 那真的可能可以完全出去劏房 那其实呢 但是你说 这个劏房 其实我个人来说 是不太厌户的 就是毕竟记得 每一样产品的出现 其实都一定是有它的需求 没有它需求的 应该是不出现 或者出现完之后就很快消失 因为它根本就商量化 即是卖不到钱 那为什么会劏房 那是因为有一班人在这个公屋上面 的轮后叉上面 那既然有轮后 那就是它未到达 可以上到楼 那就是未住得到公屋 那它都要找地方住 OK 那要选择就是 它就要想 那它租哪里呢 那其实现在呢 香港很多地方 楼通常不是太小尺码 比较小尺码的呢 就是 比较接近 就是比较旧的楼 就是现在说三百多四百尺 那些呢 要不就是现在是精品豪宅 对吧 那或者就是以前的旧楼 但是以前的旧楼 其实也开到很大的 有些 开到过千尺都有 就是我以前阿嬷 我阿嬷以前住的那间屋 是说一千二百尺的 就是加上一些平台 就是它外面有个很大的楼台 就是那间楼台就好像这个摄影房 那麽大 就是拿人浪圆衣 建多间房 放在一部洗衣机 还好像有个位置 可以开两台麻将位 一起吃饭 那是以前很大的 那些屋 那幢大厦有没有小屋呢 有小屋 那时候还有部啤皮机 因为我阿嬷以前是做啤皮 就是你知道啤皮机 不可以衣尺那麽大 那部啤皮机是那麽大的 是高于一个人 那麽多位 是的 你想想以前那些楼台 可以放多大 就是真的有 真的高过你 那部啤皮机 因为那时候 我也不知道它怎样搬走 那部啤皮机 但是就很恐怖 就是我三岁的时候 那部啤皮机 根本是巨大都没有 高过我老爸 即是高过我现在的高度 那身横了两只手 都不够 很夸张 即是身横了两只手 应该够过幅度 但是你能考虑到 就是几恐怖 就是你想想一个合理的 地面 就不是 即是它不是那麽深的 它也是很深的 那又想想以前那些楼 其实是这麽大间 那麽 那麽 OK 先说回劏房 既然是这样 其实旧区通常的赤架比较便宜 特别是买卖 是 据我所知 以前的旧楼 就不多值钱 现在呢 自然金融海啸之后 其实才是令旧楼都升值 那麽这段时期 大家在说的 就不是说楼宇的Condition 那麽时候 在湾仔 买一些旧楼 其实很便宜 即是两三千元尺都买到 以前是 因为它真的是旧楼 现在就不是 现在香港人买楼是讲地段 即是湾仔区的楼 理得你多舊 多残也好 都一定会比天水位 或比串湾 即是买楼的方法不同了 但以前 就是说旧楼最容易湯 有几个原因 第一 因为旧楼的主力楼 通常就不是屋内 即是你明白 主力楼就是 五屋桌村那些 即是你拆完之后 就好像码头围堵 一声就想 有很多以前的楼宇 而且主力楼都不是放在房屋里面 即是在屋里面 变相更加可以 即是怎样改都可以 除你的心意而改 所以令到 第一样东西 它本身的先天性上 就已经令它容易劏房 第二样东西 赤价便宜 因为不是赤价便宜 而问题就是 你租得出去贵的话 你又有个办法去劏房 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会有劏房 当然另一样东西 就是说 劏房 可能你拖天上来 就未必那么多人会住 当然大家可能是希望 住一些近一些市区的地方 即是甚至新移民也是 所以就是例如在土瓜环 雄磡 大角咀这些地方 就十分之容易会有劏房的出现 当然这一样东西 也是因为市场的电话主要 因为人家需要有 雅遮头 需要有一个地方给他妻身 所以也带动了房地产的市场 去活跃 为了满足这个需求 就有这些东西提供出来 故事先说到这么多 第二次时间就差不多了 第三次才继续长谈 待会再见 向你诚意推荐 iRead iRead 是什么你? iRead 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 公共出版服务 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 网民等等 将他们的书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发成电子书 令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 观看电子书内容 这个就是iRead 我会讨论 回到节目时间 第三节的地产霸权好 今天也算是地产霸权好 也算是合乎的题材 很少说这么多地产 特别是当我做主持之后 都很少一人霸成折 好像刚才那样 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回应一下劏房 其实你应该有不少的说 是的 说起劏房 我最近常听到一些声音 就是 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 被逼住劏房 之前就说是地产霸权 搞到租金升得很高 接着就搞到一些人 要去住劏房 其实我觉得 这个应该不是 不关地产霸权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地产霸权 那些私人楼 其实说起 租金至少是 五六七千元 一个月 劏房的住户 即使在楼价低的时候 降到三四千元 照计他们应该都租不起 所以我想 那些劏房的住户 应该不会是 因为地产霸权 所以被人逼住 不是啊 那些人说 最好你上来做节目 你提供的问题 就让我认识你 那当然要认识你 那你又知道 你又知道劏房有几千尺租 其实之前我看过报纸 就说报道过 例如一百尺那些 是说的尺价 大概是二三千元 一个月 对啊 即是二十元至三十元一尺 对啊 照计他们那个 即是私人楼的目标 照计不是这班人 那如果没有地产霸权的话 可能现在的私楼 都是值那么多钱 但是这个完全是假设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那现在就是要打倒地产霸权 要认识这件事 可以尝试 去发生 我不知道会不会 那些劏房住户一定没有那么惨 但起码 私人楼的租金没有那么贵 即是少些人被逼了去住劏房 行不行 但我们又要想 那为什么现在的租金这么贵呢 是不是纯粹是因为有人操纵呢 地产霸权 我不是这样看的 因为为什么现在的租金这么贵呢 是因为我会看回 其实在08年金融海啸之后 发生了很多事 都可以是地产霸权 那时候租金没有现在那么贵呢 还没有反映 但地产霸权存在了几十年了 在香港 但是 为什么会到现在才反映呢 所以我就会有个疑问 我不知道 但问题我只知道 现在这一刻是地产霸权 是的 不如我说了 师兄你又怎么看地产霸权 不是 现在当然是你说说地产霸权 师兄说 现在我还可以反方 你不要再做回正方 那我怎么玩呢 那我怎么玩呢 立即整一整 行不行 我现在说我不理 总之我说地产霸权 地产商垄断全部行业 是不是 以前我们可以做一下鸡饭 好像上次有个鸡苗 那一件事件 有一位警员生殖我 十分之sorry 我很难过 sorry 不是我 我有 involver 但是 我都觉得很难过 没有心想这件事 做 讲玩意 但是当中 很多的政策 是令到 那些人 是 破坏了很多经济的命脈 以前那些人可以做个鸡饭 有些鸡饭 包括是 运输做物流 好像那位先生那样 做物流 也有些是 在街上卖鸡 卖鸡 卖鸡不一定是卖给市民 也可以供应给酒楼 那时候卖鸡鸡 那些鸡饭 真的可以卖到十多二十万个月 那些鸡饭 现在就没有了 全部中央陶宰 新鲜就变冰鲜 也不是全部的 但是新鲜鸡已经被淘汰 直洋工业 一日输入那几千只鸡 够多少个香港人吃呢 现在冰鲜市场 已经占了鸡肉的市场大部分 但问题是那些又是地产商来的 即地产霸权 不单止只是说一件事 高地的政策 另外也说的 地产商垄断各行业 压杀小市民新计 其实这样看 其实没有说是否压杀 因为其实 为何租金提升了这么多呢 我觉得是因为有需求 因为正常如果你在那里 赚不到钱的话 你不会租那个地方 而且 现在说住 那我也要住 你不是叫我睡天桥底 不会的 怎会叫你睡天桥底 香港不会有人睡天桥底 不是的 你落家如果让我见到有人睡天桥底 那又怎样 你是不是真的和贵地认错 我就见到有人睡天桥底 睡公园也见到 当然是个有原因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 在香港其实保障 已经做得很好 例如有公屋存在 低收位可以住公屋 那是不是反过来 和我说你支持有公屋 这个就是今天的 这一截我打到上一截你了 不会 怎会呢 你刚才支持租金券 不是吗 但租金券 其实也是可以给你自由 自己在市场找楼 找楼 一定会有楼 是的 那公屋租民 居民就不能接受租金券 行两口双轨债的 嗯 现在其实不用行双轨债的 那怎样 债公屋 现在有制代只要公屋 但是如果现在说 现在会不会令到很多人 睡街 我就不觉得会这样 但是我见到有人睡街 有老叔姐之家 还经常爆 汇丰公股也公不起 那怎样 当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睡街 但是如果睡街的时候 其实我们政府可以提供多些帮助 譬如说 例如那些特别有需要的人 可否缩短他们公屋的轮后时间 可以帮到他们 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人 轮着公屋 你又知道哪个有需要 哪个没有需要 在现行计分之中 我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排得越早 那个分就越高 是吧 即是有几样的规定 他们的年纪 轮后年期 好像是断月计 如果没有记错 嗯 没错 还有 忘记有其他什么 总之不迫切性 走第二条队 然后就看看你自己 应用哪个类型的公屋 可能是两人家庭 独身的非长者 独身长者 又或者是四人家庭等等 就有不同的分数去看 但是我就知道 越早排得越好 有些人排迟了 怎样 排迟了 那你也不是说 谁有需要 谁没有需要 你计算年期 真的早点排到 早点到 但是 所以政府 我觉得是要 检讨一下 现在现行的政策 看看是否真的 有一些 很有需要 但没有帮助 我觉得 要重新检讨到政策 好 十分之好 说到这里 又可以问问你 什么人是最有需要的 最有需要 当然就是 他在私人市场 根本是没有能力 去租一些 私人住宅 叫做最有需要 什么叫做没有能力 如果有家市面上 最便宜租金是五千元 而有人有六千元 他叫做没有能力 这一类 其实要看回 他的个人生活习惯 但一般来说 那有个人生活习惯 我很主观 一般来说 如果他的租金 是占他的收入 那么高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已经是 属于 最有需要的帮助 那他就在那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很简单 我本身租二千元 即是 假设我现在是一万元 月入租一间五千元的楼 就占入息五成 刚才的比例是六千元 入息五千元的楼 那我现在特意租一间八千元的楼 可以吗 但你的月入和刚才的案子不同 即是你设计月入的下下上限 是的 那可以 现在公屋也是这样 是的 公屋也是有个入息审查 我叫老板 不要加薪 不加薪 是的 不要加薪 我拿完公屋才去加 可以吗 如果是这样 其实也是反映了现在公屋有个流动 就是十年才有检查 来入息一次 那我就会觉得太久了 就会搞到有这些案子 但问题是 你查得这么密 那你一年查一次 那我怎么知道 下年如果有什么事 你踢我走 我可能又没有屋住 你又保证我们有公组 那当然 融融意思 不一定是要一年一次 如果我离了分 然后被人不断分身家 那怎么办 离了分身家 要付船养费 除非你这么兇 法官签止说要付也不肯付 那没办法 谁能逼你 你不肯付 你不愿意付 那真的催你不长 但是人是很特别的 财政的 对不对 很难计算 还有最重要的是 六千到五千 大概就是八成多些 八成多些 其实一万 用八千五去租 都是八成多些 你加入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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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入息用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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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逃避了 因為你找工作要做一點時間 可能找回一頭半個月 你先拿了公屋 到時你的薪金過了九千二 沒有所謂 再不是我先打完八千元的文員 不過就先上限拿了公屋 行不行 你說學生 他現在如果有你這個規模的話 即是說他一定打完毯了 他沒有收入的 但他可以出去租屋的 他可以出去租借兩千元 我不管他多小 總之兩千元的房子 我可能租一間 好像嘉湖山莊那樣 嘉湖山莊尺租不太貴 十多元 那我當五百尺 你租完三間房子 你分開每人二千元 二千元零收入 佔收入比 一聲是無限的 行不行 他們就變成最需要的人了 當然不行 其實我現在 我作為學生可以出去住嗎 配合現行的制度 因為現在現行有兩種 一個就是靠年齡 年齡18歲開始計一分 即是我們這個制度 我覺得需要保留 如果這個制度保留了的時候 那學生的情況照計應該不會出現 不是的 你只是說計分 即是你是另一個計分 但他的門檻就高了 你的門檻高了是甚麼 學生如果因為他年齡低 現在計分也有 現在計分也有 你年齡越高 他比越多分 學生也是一個比較差的位置 因為他們很年輕 沒有分別 你改變了這個系統是甚麼 如果他們現在 當他們18歲 申請 他們照計 只有1分 1分的話 不是 18歲 18歲是否 已經有一分 18歲開始計分 即是由零分開始 沒錯 然後一個月就加一分 沒錯 又多一歲又加一分 是的 那也是分 那學生早些去 即是 你現在告訴我 你越早去排 他又越多分 跟現在計分就是一樣 如果可以改變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輪候的時間 加分會少些 但如果是 用年齡和你的收入 佔分比重會高些的時候 其實都可能會改善到這個情況 但你會令到 情況就是有些人輪候 再好久都不能上樓 輪候了好久都不能上樓 是的 有些人30歲 自己掛了一名 他希望上樓 有公屋的話 然後你說 等 繼續等 即是好像急症室 你明白嗎 急症室的分流是怎樣 急症室的分流就是 按你的嚴重性去處理 但問題就是 他現在好像有五級 即是 有些就十分緊急 即是可能只是撞車 即是換人入手室 有些可能打籃球 穿魚蛋 然後懷疑自己 不知道有沒有骨折 就去看一看 省著照片 X邦 那些隨時就踩你四個鐘 那些其實是沒有事的 他可能到最後 確實是沒有事 但是 那些人其實真的等很久 但他是不是沒有 需要接受診治 不是的 但是當你剝削他的輪候時間 那個價值的情況之下 他現在可能 就會由三年上樓 到六年都不能上樓 到九年都不能上樓 隨時 那你怎樣去享受那些人 但你剛才說的 個案就是四十多歲 他們比年輕人多了二十多分 其實那裡已經有一個優勢 另外就是我們要去想一下 究竟 但問題你還有其他的 那你本身你輪候的分數 是一分 加一分一個月好 加零年五百個月好 大家一樣的 他也是多二十分的 沒有分別的 是不是 我當你十八歲出來輪候 每輪一個月加一分 是吧 即是我和你 我早你兩年出生 那無論如果 都是早你兩年出生 無論時間怎樣變 S time age S time past 我都是大兩年的 只是說分數不同了 即是你現在年輕過兩年 你年輕我十分之一 高了五年之後 你年輕我可能是 十五分之一 是不是 是這樣的 那你計分制 那個做不到的 你看一下這樣想 如果你時間 你覺得重要的時候 那麼自然可以計分 算得重一點 但如果社會覺得 你低收入更重要 以及你年齡更重要 那自然應該會計分 算得重一點 我想是需要看 社會怎樣看這個 次序的問題 社會永遠都說 有需要的 應該去 早點拿到樓 但你每一天都有些有需要的人 那你真的有一群人 可能永遠都做不到 很急有需要 是不是 但是 有一群人可能也都 但問題是你說 有需要 那些人的分數可能很高 你怎樣追不到 你可能說 OK 我們有 這樣吧 我們這樣假設 每一年公共的單位 一萬五千個 每一年新增的 urgent cases 是一萬個 即是每一年有五千個 非緊急的 一個單位 被一班非緊急的 群組的人去編輩 但你不知道 那群人有多大 如果那群人是非緊急的 根本有五萬 那你怎樣去編輩那群人 等十年才去公屋 但他那十年 的光陰是怎樣 那你要看看那五千個 究竟是甚麼 如果真的好像十八歲 那樣去編輩 很明顯那群其實不應該 那麼快編輩他們 應該是等他們等久一點 但問題你要知道 其實施二三合會 通常都不講政治 但要講開這件事 就要和他們講一講政治 我們現在講的 香港現時 有兩種投票制度 一種叫單議席 單票制 即是 總之你投票完之後 誰人拿最多票 那個人就贏 無論如何 你是不是拿夠一半 即是一半 拿個50%的票 倘若有三四個候選人 你可能你拿到40%的票 足夠你贏的 這件事就是 立法會選擇的比例代表制 就當成新界西 有八幾個席 即是說 只要你拿到12.5%的票 你肯定儲得值 之後再看 扣了12.5%之後 再看你餘客的票數 之後再穩 這樣去行 不是說成八嗎 八是否12.5% 沒錯 其實世界上 不止有幾個票數 另外還有 好像是 凝固的票數 凝固的票數是怎麼行的 就是說 我們有三個選擇 每個人寫 一二三 一開始 就是把那張票給一個人 三個選擇 可能大家拿的票數都不到50% 就會把最得票最少的人淘汰 將他 果然當得票率最低的人 只有20% 那20%的人 就會被淘汰 那他的票會給誰呢 就是 會看那個人 所投了的票 即是投了給C 拿最少票的人 有第二種選擇 就交給第二種選擇的人 可能A A 拿多了25% B 就拿多了5% 只剩下他們兩個 那A就贏了 那有些人就說 其實這個挺公平 但問題是 亦都有一個 trade off 很困難 很複雜 未必每個人都會選擇 另外就是 喂 你知道這個制度 會造成多少張廢票呢 即當你的投票制度 如此複雜的時候 不排除有很多 阿公阿婆不認識 亦都可能因為這個複雜的制度 是discourage 很多人去投票的 因為原來我除了 tick完之後 還要選1 2 3 4 5 6 7 8 那怎麼辦 所以就說 這個世界 很多東西 你越設定 其實statistic都是這樣的 你越設定得多東西 去符合那個 的 distribution 或者好像選舉 你越設定多東西 去希望搞得更加完美 就越麻煩 越複雜的東西 通常就會搞得很複雜 就是 越多東西 你搞得越複雜 就越容易出錯 所以 你說公屋的制度 其實就不是說不行 不過問題 就會衍生很多很多不同的問題 我希望下個星期再請你上來 今天時間已經差不多到 所以 就是 就是 留意了問題 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說的 就是地產霸權好五隻字 希望下一次 就是下一次 大家見面 下個星期 就可以和大家說多些地產霸權 今天 多謝各位 下個星期四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